哇 你們看這個樣子跟三月的時候相比是不是差非常多呢 哇 工藝已經非常多了 整個快要漫出來了 所以現在馬上要幫他們再擴充一個藝巢囉 嗨 大家歡迎回到台灣藝窟 我是奈普頓 距離我的螞蟻明星西斯巨三椅 更新給大家看大概已經有一個半月的時間了 所以想說今天來跟大家再次更新一下他們最近的近況吧 西斯巨三椅真的是我覺得養起來非常有成就感的螞蟻 所以如果新手也想要開始飼養螞蟻的話 西斯巨三椅就是非常推薦的 而且最近又是西斯巨三椅的婚飛時間 所以好好的來跟大家更新一下 他們經過一整年之後成長的狀況是怎麼樣吧 然後我想今天這個影片的最後也給大家更新一下 我最近獲得的幾種新的螞蟻 當然臭巨三椅是最近的一種 那最後也給大家稍微先看一下臭巨三椅現在大概遺潮的情況 然後還有我最近獲得另外一棵新的螞蟻 好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先來看一下西斯巨三椅的近況吧 Alright 就是這三棵西斯巨三椅啦 這一棵看起來已經非常密密麻麻對不對 其實這兩棵看起來非常的密密麻麻 那我等一下也會拍一些他們的特寫畫面 那如果比較有這個密集恐懼症的人 可能要稍微站遠一點看 OK 那今天我想要幫其中一棵螞蟻接上他們新的椅槽 然後讓他們搬過去之後 我想他們應該可以住得非常舒服吧 然後也想要幫這棵西斯巨三椅來擴一個椅槽 這樣他就會有兩塊椅槽 看起來就會比較大的空間 他們應該可以成長得更快一點 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喔 那我目前還是習慣使用這個密閉的椅槽 這種密閉的椅槽其實他是比較淡色的 看起來比較容易可以觀察到螞蟻啦 那我等一下就會幫他們接上這個椅槽 然後讓他們搬進去喔 那我等一下會先讓前面這一窩 比較小窩的三根四管的西斯巨三椅 先接上他們的椅槽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螞蟻就會衝進椅槽去探索裡面的環境 OK那就直接進入接椅槽的畫面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窩西斯巨三椅 這窩西斯巨三椅是我去年 也就是2018年的6月取得的螞蟻 從一隻以後開始培育到現在 已經突破200隻公蟻了 讓我們先往回推3個月 回到3月中的時候 我做了內部螞蟻明星系列第二集 西斯巨三椅 因為拍攝這一集的時候 正好是冬天 成長的速度相對慢一些 影片中的公蟻數量 還有卵跟幼蟲的數量 相對比現在少很多 在這三個月裡 他們成長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現在稍微有點停滯了 我想應該是空間的關係吧 現在已經把三根飾管 塞的都慢出來了呢 有很多公蟻 甚至進不了飾管裡面 也已經蹦出了好幾隻的大型公蟻 你們看這些大型公蟻的比例 比旁邊的那幾隻公蟻大非常多喔 所以今天 我就來幫他們接上他們新的蟻巢啦 以飼養西斯巨三椅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用這種密閉式的椅槽 用這種密閉式的椅槽 濕度會相對的穩定 空氣的流動也會比較小 不容易打擾到 在深處照顧卵跟幼蟲的公蟻 還有想要有穩定環境 才會殘暖的椅頭 首先我把這個椅槽的側邊 洞口打開 先把椅槽放下來 放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輕輕的放 才不會因為震動太大 而導致螞蟻們緊張暴衝 再來拿出我剛剛準備好的 透明塑膠管 先抓好大概的長度之後 毫不猶豫的把它剪下去 這段的長度剛剛好 不會太長也不會太短 接著把這根塑膠管 往石膏的洞口先塞進去 盡量塞緊一點 這樣空氣才不會因為 旁邊的細縫而跑進去喔 塞好之後 原本想要就這樣把槽體 跟飼館的衛食區接起來 結果發現這樣拍不到螞蟻衝進去的感覺 所以我果斷換了個角度 這裡所有的動作都輕拿輕放 所以看起來很像慢動作 就這樣把衛食區的接口打開 把塑膠管對上之後 督進去就完成啦 欸等等等 事情真的就這麼簡單的完成了嗎 沒想到還真的沒那麼簡單 這個飼館槽的衛食區的口 跟這個透明塑膠管好像不太合 所以我這邊塞了有一段時間喔 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才順利把它督進去 在我還沒有把這個透明塑膠管塞進去之前 公尹們就直接衝出來了 直奔石膏槽而去 你看他們是不是在這個小小的空間 已經迫不及待想要搬到更大的空間了呢 哈哈 塑膠管塞好之後 剛剛跟著衛食區塞子上 釣出來的公尹也要擺回去 擺回去之後就讓他們好好的探索吧 原本想說要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衝進去探索的一些爆充畫面 結果一拍才發現 我剛剛把那個椅槽接上去的時候 動到了蓋子 一個沒注意 居然把一隻公尹給壓扁了 真的是太慘啦 好啦 那我就先把他們移到一個 比較不會碰撞到震動到的地方 給他們好好探索囉 再來 是這窝比較大窝的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3月的時候他們的樣子吧 3月的時候天氣還比較冷 所以卵跟幼蟲還沒有成長到鹼 然後也相對比較少一些 空間看起來還蠻寬敞的 餵食區的公尹數量也不是很多 經過了一個多月 4月多的時候更新了第二部 西式聚三椅的近況 天氣暖起來之後 幼蟲就會開始節減 我也提高了餵食的頻率 讓他們每一天都有十足的養分可以攝取 對飼養螞蟻的我們來說 要時常觀察椅槽裡面的情況 要盡可能的減少打擾 必須要放輕動作 使用LED燈等等 才不會驚嚇到以後 觀察槽裡面的情況 主要可以看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以後有沒有順利產出新的卵 有沒有看到比較小顆透明白白的物體呢 第二個是卵變成幼蟲 公尹吃飽之後屁股消掉的速度 再來抓餵食的頻率 第三個就是乙槽的空間是不是已經快要滿了 準備要擴充乙槽囉 第四個就是在餵食區等待食物的公蟻 跟槽內公蟻數量的比例 大概有三分之一代表已經很餓囉 需要趕快餵食才能穩穩的繼續成長 如果以上這幾點都沒有問題的話 代表你這撥螞蟻非常的穩定喔 然後又過了一個半月 到了現在他們已經快要把這個乙槽塞滿了 所以今天我要來幫他們再擴充一個乙槽 一樣是密閉的乙槽 哇 你們看 這個樣子跟三月的時候相比 是不是差非常多呢 哇 公蟻已經非常多了 整個快要曼出來了 所以現在馬上要幫他們再擴充一個乙槽囉 在擴充乙槽之前 要先做好萬全的準備 我事先準備了這兩個擴充的轉向通道 拿出這個透明管子 先試塞一下 確認沒有問題之後就塞好長這個樣子 然後等等就會把這個連通道架在這個旁邊 把轉向的通道另外一邊也塞好透明塑膠管之後 就來試塞一下石膏槽看看是不是非常的緊實 確認好沒問題就試著擺到石膏槽上面看看 然後再把側邊的這個透明塑膠管長度抓一下 看好長度之後就果斷的把它剪斷 剪斷之後再拿出另外一個轉向通道 把透明塑膠管接上去 再以朝旁邊比對一下長度 嗯 感覺剛剛好 然後稍微比對一下再次確認長度 確認沒有問題之後再把另外一個小段的塑膠管接上去 接好之後連通道就長這個樣子 準備要來把舊椅朝側邊的塑膠口打開囉 這裡是以後最常待的地方 其實我還蠻擔心會嚇到以後的 好準備囉 3 2 1 打開 瞬間把塑膠管塞進去 但是還是嚇到了聚集在這一側的工蟻還有椅后了 而且還掉出了一隻工蟻 看到椅朝裡面爆湊的工蟻還有椅后 我的心都小小揪了一下 擔心了一下子 但是也就這樣順利的把連通道給接上去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 接下來就要來看看西式聚三椅花了多久時間 才敢踏進這個新的椅朝囉 在觀察他們花了多久才敢踏出去探索新的椅朝的同時 我在餵食區放了飼料給他們吃 算是給他們一點小小的獎勵吧 這次調的飼料比較特別一點 超級營養的 我用了五匙的帝國飼料 搭配一匙的不羽人飼料 加上10CC的水 混合之後給他們吃啊 他們一聞到有食物的味道 就馬上圍了過來 也因為工蟻的數量增加許多 然後以後產的卵跟幼蟲也都蠻多的 所以工蟻每天都在尋找食物 那因為對螞蟻來說 有更多的食物 才可以順利產出更多的工蟻 一下子就聚集了一整圈的工蟻 看他們吃成這個樣子啊 我整個人都被療癒了呢 就在這一邊的螞蟻 滿足著吃的飼料的同時 另外一邊探索未知環境的工蟻 也如火如荼的正在進行著 看著他們踏進去又折返回來 他們其實是真的很擔心 害怕前面未知的味道還有區域 是不是有什麼可怕的怪物之類的 螞蟻通常視力不是很好 都是靠觸角去探測前方物體或者是氣味 所以螞蟻面對未知的 突然的物體都會非常的謹慎 終於有一隻勇敢的工蟻衝了上去 啊 但是又馬上折返了回來 又有一隻工蟻準備衝...衝... 沒事沒事 他沒有衝出去 因為我等的這個時間有點久 所以我就果斷的拿了透明膠帶 要來把這兩個椅槽黏起來固定好 結果在我黏好一邊的時候 有一隻工蟻就瞬間衝了進去 探索了一小圈之後又馬上折返了回去 原本以為另外一隻工蟻衝過來 應該可以幫他撞撞膽一起衝進椅槽探索的 結果沒有 哈哈 他們是很膽小的一起折返了回去 真的非常可愛吧 最後再用透明膠帶 把這兩塊椅槽的後方黏貼起來 壓緊 再試著搖搖看 非常的穩固 那就完成啦 完成之後 整體就長這個樣子 希望他們會非常喜歡這個新的空間啦 哇 終於讓他們擴充完椅槽了 真的花了一番功夫啊 大家這樣還看得過癮嗎 如果不過癮的話 我後面還會放一些螞蟻吃東西的畫面 可以讓大家好好的欣賞 就放在最後面就好 如果有想要看的 再留下來繼續看吧 那影片的最後最後 也讓大家看一下 抽巨山椅目前的遺潮情況 然後還有我最近獲得一波新的螞蟻 高雄巨山椅 之後也會拍一個特輯給大家看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點一個讚 想看更多螞蟻相關你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 順手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支影片喔 還有請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的所有人 讓他們知道原來螞蟻也是可以飼養的喔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請持續鎖定 我是耐普頓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我們中間的濃蟻 也不知道 最大的螞蟻 壓抗 抗 好 動物 要 大火 摩訝 seh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